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上 有人说圣者为王 败者寇 也有人说 神圣大势成久必败 败久可成 是非成败转头空 无论看重还是看淡 成与败是常被讨论起的一个话题 关于一般情况中的失败 与战争中的溃败 古代的说法也是很多的 咱们来一一见识 最普通的失败当然就是败字 如 持蔡杰为尚书 父未言天下事 劝其极有所耕 不然必败 就可以翻译为 当时蔡杰是尚书 孙父给他陈述天下的事情 劝告他要立即有所变更 不这样的话 一定会失败 祭字与败祖词变成败祭 通常指的是军队溃败 如骑师败祭 就指齐国军队溃败 除了败祭 也有败北的说法 北字的经文字形是这样 一个人朝左站立 另个朝右站立 本意是两人相逆反 相违背 隐身就可以指 背对追击的敌人 弃战而逃 也就是溃败的意思 如连战皆北 意思就是连着好几场战争都溃败了 溃败的溃子与水相关 短一动词是大水冲开低暗 从而可以引申为决堤式的逃散失败 如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赐华州 方平难奔 官义望风盈溃 风在这里指踪影 整个句子指的是 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金人攻占华州 梁方平向南逃跑 何冠也远望敌人踪影 吓得溃败了 胜败又常常称为胜负 可见负字也能用来表示失败 如不知彼而知己 一胜一负 就指的是 不了解对方却了解自己 一次胜利 一次失败 腹败连用变成腹败 也依然表示失败的意思 如为严相为扬州 为康为梁州 后并腹败严 意思是 只有严相认扬州次使 为康认梁州次使 后来一并失败了 以上讲的都是最常见的失败溃败 接下来出现的失败溃败 会更少见一些 毕字的本意是扑倒倒下 从而可以引申为垮台失败 因此 多行不义 毕字毕 就可以指 不义的事情干多了 必然会自取失败 分子的本意和毕一样 也是扑倒倒下 从而也可以引申为失败 奋军之将 蒙朝廷代以不死 意思是 败军的将领 称蒙朝廷的后代 才没有被处死 而奋扑一词 指的仍是失败 如 今被其所主 而弃其所障 其奋扑也 不亦疑乎 贝与贝相通 表示背叛 可以翻译为 现在他背叛他的主人 放弃他所依仗的 他失败了 不是应当的吗 决字以足为偏旁 本意是跌倒 也不难引申为失败 成语一蹶不振 就形容受了一次失败 就再也振作不起 女字不常见 他的本意是鼻子出血 因此可以引申为 损伤 挫败 而错女也就是失败的意思 贼若错女 则其降必速 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是 贼军如果失败 那么他们必会很快投降 不知不觉 所有的失败都介绍完了 很容易掌握的失败有这些 败 以及由败组成的词语败记 败北的北 溃败的溃 胜负的负 以及词语负败 这些都很好记 下面的这些需要多费些脑细胞 B和粪 本意都是扑倒倒下 从而可以引申为失败 粪扑也是失败的意思 绝子的本意是跌倒 从而也能引申为失败 女字是最不常见的 她的本意是鼻子出血 从而可以引申为损伤挫败 而错拟也指的是失败 关于失败 要记住的词语就这么多 如果你都铭记于心了 就可以对失败 以笑而过了 在哪里 我们就会有点纳败